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也有诛杀绍正脑的丑陋 即便历史评价一塌糊涂的奸贼 也可能有一些闪光点 本文所讲述的二个古代大人物 虽然恶贯满盈 历史评价漆黑乌木 怎么洗都洗不白 但却有影响至今的大发明 大家都用过 需要说明的是 历史上有大发明的奸贼 还有不少 但这二个奸贼比较典型 达己发明了筷子 大家都知道 中国人使用筷子的历史 已有三千多年 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部分 那么 筷子是谁发明的呢 显为人知的是 筷子是千古过海达己发明的 传说达己和伤咒王吃饭时 因为饭菜太热 拿在手里就特别烫 所以达己灵机一度 就把头上的两根筋拆取了下来 夹菜送到嘴边吃 后来 这就慢慢演变成了筷子 当然 当初不叫筷子 而叫主 不为何变成了筷子 传说柱和柱读音相同 不太吉利 所以大家就根据能让食物 快速冷却的特点 就取名为怪 由于民间普遍使用 竹子制作筷子 于是就变成了筷 当然 达己发明筷子 是一种传说 不过 从正史上看 还是有一定的依据 无论考古 还是古气介绍上 都说明筷子 是在商朝末期开始使用 所以 达己发明筷子 并非空学来封 秦桧 发明宋体字 对于秦桧 想必每一个中国人 都印象深刻 甚至是恨之入骨 从民族情绪上说 他可谓千古第一奸在 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死了岳飞 制造了千古第一冤染 毁掉了抗金的大好局面 可以说 对秦桧这么一个奸在 无论有什么恶毒的词语攻击 估计都没有人反对 然而 秦桧却有立国立民的大发明 这就是宋体字 如今大家几乎每天都使用 秦桧为何会发明宋体字 原因很简单 就由如普通话 秦桧做官史 特地送来的公文上 所用的字体不一 辨别难度很大 导致经常出问题 所以 书法家的秦桧 就发明了一套规范书写 即宋体字 相当于文字书写范畴上的普通话 按照常理来说 秦桧发明的字 应该叫秦体字 但因为秦桧是一代奸臣 大家非常讨厌 就将之改成了宋体字 如今 宋体字已经深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缺之不可 客观地说 这两个都是影响至今的大发明 没有他们 我们生活无法想象 没有筷子 我们敢想象如何饮食 难道像印度一样靠手抓吗 或许 火爆 煲汤 炒菜等 就不会发明出来 原因很简单 一切不能靠手抓的菜 几乎都不会出现 没有送体 我们如何传播知识 难道全使用凯体 隶书 胃体之类吗 显然 最适合最正规的写法 就是送体字 能有效传播知识 所以 没有送体 知识传播效率 可能要大幅度下降 值得一提的是 人品差 技术好的历史名人还有很多 最典型的是造纸数菜轮 在权力斗争失败之后而自杀 所以正面人物有污点 负面人物有亮点 对历史人物或许不能简单的评价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